持AT Hub卡做轻轨也得注意 虽然在大火车站进站的时候 就在炸机刷卡就行 但是在一些偏远的车站 一定要记得刷这个黄色小柱子 如果没刷是出不到站的 当然如果没卡想做轻轨也可以 也是在这种黄色机器上买票 但是我得说一下 持卡和不持卡差距有多大 前者两站路只要1.85刀 而后者两站路要5.5刀 最后就是渡轮了 也是最复杂的一块 奥克兰有两个码头 分别为王子码头和皇后码头 以及四个上传点 每个点都通向不同的目的地 并且奥克兰的渡轮 是被Fallus 360这家公司承包的 当你持有AT Hub卡的时候 只能乘坐开往飞景点的渡轮 例如4号上传点的Beach Heaven和Hobstable 如果你要去我上次去的 那个Tier Tierre岛这种景点的话 是必须要买票的 当然临时买嘛 你去现场或者在Fallus官网都能搞定 最后 如果你要长期并且每天乘坐渡轮 你可以在黄色机器上办一个月卡 祝你坐船愉快 OK 这就是奥克兰的交通攻略 说实话我已经省了很多了 准备去玩的 千万得马住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